为什么我们师徒之间情感这么好 这还不是吹中国乒乓球队才能够做到的 你想这个08年奥运会 马林双较冠军两块金牌 就跟现在马龙一样 下一届伦东奥运会 他就成 帮你们做饭 做饭 买菜 但我特理解 一共就做六个位置 就我和进春的教练和运动员在这吃 什么肖战武警兵教练跟我们做饭 马林在旁边给他们盛饭 这些人赶紧吃 吃一口之后 我们抓紧时间走 他们一天就盼望着我们在这待 二十分钟和半小时 等我们走了 他们再去收拾 再去打扫卫生 洗碗 干什么的 无怨无悔 这个真的难 那个特别感动 还有就是我们有一次直通莫斯科 一零年的时候 当时许欣张吉和马龙都打出来了 打了之后就剩马林和王立琴两人 最后决一个名额 谁赢谁就报 谁输 不报就等于退出主力城了 就可能面临着 没有主力竞争的位置 以后也不可能了 那天晚上 马林给我发个信息 他说 如果明天我要输了 我有一个请求行吗 我说什么请求 他说你能带我去莫斯科吗 哪怕我自费 我还能陪练陪练 他说我知道我是个纸板 还不好陪 我哪怕这个您开完会 我陪您一块喝喝酒 让我去感受一些行不行 我说准了 你输了 我也带你去 是吧 从陪练团里边中带你去 其实我就是真是感觉 为什么 一二年的时候 我会带他去 因为从别人来说 有时候对他是一种讽刺 我这一届的奥运冠军双料金牌 下一届我去给你们做饭 给你们后勤保障和陪练 但是他特别开心 昨天我反出这一点就很深 你们比较赛在那开新闻发布会 我就没进去 我在外面站着 因为我在外面拍摄 然后王浩站旁边 也在那看着 然后偶尔会有球迷怪 跟他合影 一开始晨起他们也在那 其实那个瞬间 因为我觉得很自然 但你这么一说 我一想 那么多奥运冠军 在旁边看你那开那个记者会 他们觉得特坦然 你知道他们干嘛 就等着你 就等着 我们从来不要求他们 你等着我 没等着 然后我不是后来 再跟主办方谈第二阶段的 比赛 开幕式 这些细节的时候 他们说 刘少 我们在外面等你 我别等我 你回酒店吧 他们说 他们已经习惯了 他们你想 都已经退役了这么多年了 都回到各个省市 在各个省市里边 都是总教练和 评议中心主任了 但是他 大家在一起 还是 既是师父 和徒弟的关系 又是大哥和兄弟 之间的 之间的这种感情 能有一个地方 让自己忘记 自己目前的位置 挺好的 这样地方不多 你看昨天我一直 回来之后 忙到两点多 他们问我 什么时候吃 因为晚上 我们都没吃饭了 问刘少 什么时候吃 我说我在开会 他们就来 等我开完会之后 我说 睡了吗 没呢 都等着呢 两人去买点吃的 两人来布置场地 分工很明确 其实我们在世界大赛的时候 都是这样 他们太了解我的习惯了 所有在比赛之前 我是不吃的 等我把所有工作 都忙完了之后 这况时间 属于我自己的 哎 我需要吃点 喝点 聊会儿天 玩聊点 青春点 问题的时候 他们就一直 陪伴在你身边 所以这点上 我觉得 收获最大的 是这个团队 这种东西 其实就是 国平的文化 传承和情感 他们所做的这些东西 自然会影响到 张继科 马龙 樊振东 再一代一代的下去 因为别人都是这么做的 他这么做很自然的事情 他不这么做 反而不自然了 这种情感 是别人体会不到的 只有我和他之间 才能体会得到 我就没进去 我在外面站着 因为我在外面拍摄 然后王浩站旁边 也在那看着 然后偶尔会有 球迷怪跟他合影 一开始晨起 他们也在那 其实那个瞬间 因为我觉得很自然 但你这么一说 我一想 那么多奥运冠军 站在旁边 看你那开那个记者会 他们觉得特坦然 你知道他们干嘛 就等着你 就等着 我们从来不要求他们 你等着我 没等着 然后我们后来 再跟主办方 谈第二阶段的 比赛 开幕式 这些细节的时候 他们说 刘少 我们在外面等你 我别等我 你回酒店吧 他们说回去 他们已经习惯了 他们你想 都已经退役了 这么多年了 都回到各个省市 在各个省市 为什么我们师徒 之间情感这么好 这还不是 中国平方球队 才能够做到的 你想这个 08年奥运会 马林 双跳冠军 两块金牌 就跟现在马龙一样 下一届伦东奥运会 他就成 我帮你们做饭 做饭 买菜 但我特理解 一共就做六个位置 就我和进春的教练和运动员在这吃 什么肖战吴景平教练给我们做饭 马林在旁边给他们盛饭 这些人赶紧吃 吃一口之后 我们抓紧时间走 他们一天就盼望着我们在这待 二十分钟和半小时 等我们走了 他们再去收拾 再去打扫卫生 洗碗 干什么的 无怨无悔 这个真的难 那个特别感动 还有就是 我们有一次直通莫斯科 一零年的时候 当时许新张继和马龙都打出来了 打了之后就剩马林和王立琴两人 最后决一个名额 谁赢谁就报 谁输 不报就等于退出主历程了 就可能面临着没有主力竞争的位置 之间的这种感情 能有一个地方让自己忘记自己目前的位置 挺好的 这样的地方不多 你看昨天我一直回来之后忙到两点多 他们问我什么时候吃 因为晚上我们都没吃饭的 问刘长什么时候吃 我说我在开会 他们就来 等我开完会之后 我说睡了吗 没呢 都等着呢 两人去买点吃的 两人来布置场地 分工很明确 其实我们在世界大赛的时候都是这样 什么请求 他说你能带我去莫斯科吗 哪怕我自费 我还能陪练陪练 他说我知道我是个纸板 还不好陪 我哪怕这个您开完会 我陪您一块喝喝酒 让我去感受一些行不行 我说准了 你输了 我也带你去 是吧 从陪练团里边中带你去 其实我就是真是感觉 为什么 一二年的时候 我会带他去 因为从别人来说 有时候对他是一种讽刺 我这一届的奥运冠军双料金牌 下一届我去给你们做饭 给你们后勤保障和陪练 但是他特别开心 昨天我反出这一点就很深 你们比较赛在那开新闻发布会